華服電車雅序賀國慶 吸引一眾年輕人身穿華服富惠 余同學說身上的馬面群是由漢服發展而來 現在已成為年輕人穿搭潮流中 最具有中華文化特色的單品之一 年輕人身體力行推廣華服 身穿唐代風格群裝的張同學 既親自製作髮飾 又為服飾聯想珍珠點綴 令到整體的衣服 妖體的造型更精緻 頭髮的因為比較常做 通常做兩至三小時 有三處要自己戀豬仔 所以花時間比較多 大約五至六小時 因為鞋子都所有豬仔 然後都自己戀的 豬仔其實代表冕潤 都是吉祥話 因為唐朝是比較開放式的 而以後的朝代就變成以秀為美 我是處於一個比較圓潤的人 我就想讓各位看到 就算我是圓潤的人 我這樣穿也是漂亮的 在國慶75周年的日子 穿著華服慶祝 同學們都感到特別有意義 我覺得可以最代表中國的特色 因為中國的國寶是紅貓 所以青竹都是一個 含有土龍的中國文化的特色 可以帶給觀眾說 現代人都可以穿得這麼漂亮 你們都可以試一下 可以將中國的文化一路傳承下去